一群人忙来忙去 全是为了挽救海洋生态 并为自己找寻出路 非洲国家肯亚南部沿海的瓦尼西岛 一群人为了重振奄奄一席的珊瑚生态 从2014年开始搭起人工海底花园 以大型石块作为生长基地培育珊瑚礁 生态好转 鱼群也回来了 数量大增 不仅为当地人找到深入 也为地球尽一份力 因为珊瑚外壳是碳酸钙成分 在生长时会吸收二氧化碳 进而减缓气候暖化 碳循环中同样岌岌可危的重要成员 还有它 20公里外的嘉祺湾 另一群人和政府机关合作 从树苗开始重建与维护 当地117公顷的红树林 这些树木吸收二氧化碳 储存在根部 是对抗气候变轻的一大工程 当地人计算这片红树林 可吸收的碳含量 向外国买家 每年卖出3000公顿的碳信用额 换取经费 投入更多环境建设 除了探捕桌 红树林本身也能保护海岸线 同时稳定地区降雨量 确保当地居民不会没有水可用 人类和大自然攜手共创双赢 大爱新闻 留言好 编译